说到肺癌 我现在告诉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记住 真正的原因 中医里边认为 只要是生病 都跟经脉不通有关 中年人呢 就容易经脉不通畅 经脉不通畅 这种情况下 就会出现心肺问题 所以怎么办 我该怎么去补啊 检疫的方法 我告诉你一个 就靠洗脚 因为脚底下有六根经脉 而且有六十多个血位 所以呢 中国人他就讲 洗脚他认为就很有好处 一年四季他都主张洗脚 天天都要洗 如果你秋天能够保证 天天洗脚的话 肺润肠如 就是可以润肺 产生滋润 肺就能保持一个清润的状态 他就可以把那些湿 全部都收进去 肺为焦躁 所以一到秋天 我们最容易的是咳嗽 你洗脚洗到什么程度呢 洗到肚子有点暖洋洋的感觉 这样才对身体会很有好处 如果我们好好地去洗脚的话呢 那反而会对我们的肺和肠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这个里边 所有的洗脚的问题 其实都涉及到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经脉的问题 这里一定有点要坚持 在我眼里就是听话的人病人很好 不听话的人病人很好不了 我希望您找到一个方法 这ек UCLA 跟你们风 冰み